大家好 今天是8月9号星期二 我们继续复盘大盘和一些热门的股票 好 我们看一下今天盘前大盘的表现 今天盘前标普白指数微涨0.10% 我们看到在日线级别是形成了一根小小的一个十字星线 那么今天的这个波动呢 属实 这个属实非常的微小哈 我们这个多头的趋势线呢 也就在于此哈 那么接下来如果走出强劲阴线的话 那对于空头是有一个相对有利的信号 那么这样的一个上涨的一个停顿呢 实际上对多头而言啊 并不是十分的喜闻乐见哈 多头希望啊 持续的线上拉升啊 但是近期的这个横盘意味着什么 长不动了呀 至少目前我是觉得如果在一个多头波段的一个相对的高位出现横盘 可能意味着要啊 要要要长不动了啊 那对于空头来说也不敢贸然的进场的 对吧 啊 他也在等信号 所以啊 这个很显然是一个重要的临界位置 或者说是重要的一个博弈位吧 他究竟是选择向上还是向下 我们需要强劲的阳线或者是强劲的阴线给出啊 那么根据目前的一个位置来说呢 是给出强劲阳线的概率高一点点呢 还是给出强劲阴线的概率高一点点呢 我们拭目以待哈 我们啊 脑子里有一种倾向啊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给出这样的信号 啊 这个是标普500指数 呃 纳萨克指数呢 盘前啊 微跌0.03%啊 那实际上它的一个横盘的表现好像略微对空头会友好一些哈 因为啊 前几个k线呢 啊 给出的是阴线的感觉啊 包括今天盘前啊 都是啊 小阴线的感觉 那么呃 对吧 是应该布局空单吧 理论上是如此哈 理论上如此 所以对于标普和纳萨克来说 我们啊 应该会 我个人呢 是略微看空一点点 但是这个标普呢 不像纳萨克那么明显啊 这是标普 纳萨克好像啊 给出阴线的感觉了已经啊 需要更强的 k线给出会更好一点 好 这个是科技类的啊 不知道你怎么想 可以在留言区分享一下你的观点 啊 那道琼斯指数 我们要看一下啊 道琼斯指数和标普是类似的哈 我就不再赘述了 说他有没有可能涨 嗯 其实标普呢 我也不是那么的有信心 他一定会下哈 我们需要那样的一个强势的阴线啊 那如果维持多头呢 也要给出强势的阳线 那道琼斯指数就有这种感觉 他也是一个横盘 但似乎好像大概看不出来强劲阴线的感觉啊 嗯 希望啊 希望给出信号 好吧 我们对于横盘的态度一向是中性的啊 尽管内心有所偏好啊 刚才我也一直在强调啊 对于横盘的一些状态呢 必须得给出信号一些哈 罗素 罗素呢 是近几天啊 这个涨幅最为陡峭的一个啊 那么现在对他来说 多头还在延续 那么你想要看空的话呢 更得等强势的阴线了哈 所以呃 我们是不急于判断他强空的哈 目前来说 好 我们来看一下原油 那对于原油呢 啊 这两天是在这个重要的水平支撑区啊 在博弈啊 那这个支撑区呢 实际上是在EMA均线的年线附近的一个博弈 那如果接下来啊 继续往上跌的话 那就啊 麻烦了哈 就要走空了哈 但是今天看到一些新闻 说年底还要再回归到120以上 这啊 就是120附近的一个高位啊 也就是说还要在这种大型的区间 无序的震荡啊 所以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我觉得概类上有啊 但是不是特别高哈 不是特别高 因为他这次跌的其实比较深了哈 嗯 这个下跌趋势线呢 是我们昨天盘后微调的哈 因为之前呢 在这里横盘的时候 实际上下跌趋势线是这样的 对吧 我们啊 有一部分多头是觉得有可能恢复到强劲多头 但我是觉得有可能无序震荡 那么一部分空头呢 它做的空啊 我们事后看呢 是跌下来的哈 在接下来能不能延续空头 这是一个大的问题啊 啊 昨天呢 我们把这个下跌趋势线啊 调整到这 那这样的话 它又跌到了这个重要的支撑区 大家看下方这个附近啊 是一些重要的支撑区哈 它能不能跌破啊 是需要多头拭目以待的 好吧 好 这个我们看一下微观上 那么今天盘前呢 原油微跌1.17%啊 1.17% 那这个位置呢 在4小时图上实际上是一个啊 窄幅的震荡行情 那如果再画一个水平支撑区的话 实际上啊 它从一个相对低的一个支撑区运动到了一个略高一点点吧 但是呢 新形成的这34小时K线 实际上空头会更强一些哈 所以这个做多还是做空呢 嗯 不好做啊 大家看这个窄幅的波动并不是很容易啊 如果你做空的话 那么下方的这个位置啊 呃 就是你的指引位哈 我指的是日内超短期哈 如果做多的话 你现在做多的话 那就只能往上看 对吧 A B C 往上看 是这么 是这么做 那么 这新形成的这四五根4小时K线 实际上它也是一个横盘哈 我们对于局部的横盘呢 一向都是中性的一个思路啊 所以我们看到日线级别上 实际上它也比较难以判断啊 它到底是选择向上还是向下 也就是今天 按照趋势交易者呢 它应该去空 按照局部的一个波段的反弹呢 它应该去做空 啊 它应该去做多 好 好 原油呢 你看下方这儿 是一个历史上的一个 波风啊 那这个位置呢 肯定会有所反应啊 嗯 好 这是原油 我们看一下黄金 啊 今天黄金是微跌0.0%几啊 那这样的话 它应该再去测试一下这个位置 对吧 跌的幅度并不大呢 但是也没有怎么涨啊 这是一个博弈的一个均衡 我们看一下四小时图 嗯 这个位置啊 你看它也是横盘了啊 它呢 是经过了五浪上涨之后的一个 测试一个双重顶啊 那么有一部分空头呢 会觉得啊 这个位置是双重顶 它要做空话 也OK啊 在下方挂拖波单 比如说啊 它有可能突破掉 这一八一二一带往上走 那就挂多头的拖波单 所以双向做啊 因为今天盘前又给出了一个横向 那么昨天盘前是给出了一个横向的整理运动 对吧 这是四小时拖 因此呢 大家说做多概率一个还是做空概率一个 而我是觉得 黄金啊 这个双向概率是均衡的啊 是均衡的 按照技术位的话 如果是双重顶的话 那就做空 那做多呢 就是突破了 要继续延续新的多头趋势了啊 所以到底怎么样啊 大家可以双向做 黄金就是这样啊 有时候就是你要去博弈双向的一个可能的机会 好 这是大事 呃 那么 好 我们看一些重要的标的吧 嗯 我们先看一下raven raven呢 目前还在沿着多头趋势线往上走 我们画的这个比较 陡峭的这个趋势线不够了啊 还需要画更为陡峭的 嗯 更为陡峭的 那多头的下一个可能的指引位呢 距离现在 还有 40% 35%的空间吧 嗯 到这 上方这个位置是正更为重要的一个阻力区啊 那么当前这些啊 震荡上行的并没有显现出比较强劲的抛盘 这日线图 看 回落的力度都比较弱啊 那因此多头看看能不能再往上 走一走一点点啊 走一丢丢 好吧 这是Raven 那这个图呢 我们近期啊 一直也在看哈 它确实是在走趋势 好 我们再看一下AFRM AFRM和刚才的Raven是不是很像 我们发现它也有35%的一个可能的空间哈 我们也是画了两条趋势线 因此呢 不再赘述哈 我们看一下SQM SQM这个图啊 它呢 经过了多头大趋势之后呢 给出一个洗盘 突破这个趋势线之后呢 近期呢 给出了一个延续上行的走法 一直测试到了啊 中间这个阻力区啊 这个阻力区 然后呢 现在又给出回落 那对于多头如果你还没有卖的话 你理论上应该做过一些波动化的处理了 理论上你速过 那么没有卖的话 应该是把这趋势线这么一条 再看看啊 能不能啊 这个再突破中间这个横向阻力区 到这个阻力区去卖进啊 按照技术原理上啊 有一部分啊 多头呢 会预期再次测试历史高位啊 测试历史高位之后啊 会出现一些新的变化 是向上猛烈的突破呢 还是啊猛烈的回落 形成震荡 或者是洗盘的行情 是需要接下来去看啊 按照谨慎的交易者呢 他应该在这个 这个位置做过大部分的减仓了啊 他的尾仓呢 应该是再去预期可能 再次测试历史高位的这个可能性 如果测试不了 就按照新的趋势线 去做最后的指引了 这是 现在呢 是不能去追高的啊 嗯 好 这是SQM 我们看一下TDOC 好 TDOC 这个位置看起来像是一个头肩大底 是吧 这是一个最低的一个点 近期啊 这个横盘的一个最低的一个点 次低点 拉升测试大线下跌趋势线 没有测试到 他就提前回落了啊 提前回落 然后呢 25%的一个空间 好 这是一种可能性啊 一种可能性 鉴于近期有些果 大部分果都上去啊 所以我们可能会略微假设一下 他能上去啊 是这样的一个思路啊 TDOC 因为他近期间没跌嘛 微微上行嘛 对吧 嗯 好 这是TDOC的一个可能的空间 上行空间 Snow 再跟进一下 嗯 你看 是吧 我们说啊 近期都是有可能往上走 那么Snow呢 还在走 上次给出一个12.9%的一个空间 昨天是上涨了3.21% 还有10%左右的一个空间啊 大家看 这个图 Snow啊 其实更重要的阻力区在最最上边 在245这个位置 所以从当前的价位往上看 还有40%的空间 对吧 嗯 他一旦是突破掉这个大型下跌趋势线啊 他又往上上走 但大家不要太乐观啊 因为他已经走了这么一波了啊 再往上走的难度啊 实际上比较大 嗯 如果大盘表现不是太乐观的话 实际上上行的难度比较大啊 嗯 大盘横盘了啊 标普啊 南达克 还有道琼斯啊 都有一些横盘的迹象 所以不要太急 我们把这个left说一下啊 因为昨天网友问我忘了 left lift left都可以 我们看一下 left第一指引位已经达到了哈 上次给出的是29.21哈 30%左右的一个涨幅 那么昨天是微落 百分之 遇到中间这个横向阻力区啊 下跌了2.2% 那接下来我们看他指跌的一个情况 应该继续往上预期哈 啊 但是这个跟刚才那个图有点类似哈 这个位置确实是一个重要的阻力位哈 我们要看他比较强劲的指跌 才能继续预期向更高的阻力位迈进 好吧 多同学们 要注意哈 我们我们特别提过啊 这类图啊 特别陡峭的一定要注意中间的这个阻力区哈 他回落指跌的一个情况 如果强劲指跌的话 有望继续往上走 如果不强劲指跌他需要一个深度的起盘 哎 洗完盘再来一轮也OK啊 非常漂亮的图 对吧 嗯 这是left 还有网友问amc来啥 我们把这个先说一下 我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amc怎么看 amc突破了呀 突破了之后就立刻回落了 对吧 属于对大型下跌趋势线的一个突破回落吧 他还真就突破了 对吧 哎 突破回落 那接下来看看能不能止跌咯 你看 他昨天是完成了一个突破回踩 因为昨天是跳空高开 所以全天收涨8.03%哈 所以多头可以继续预期一下啊 能不能再往上走一波 看看能不能再完成这个 34.33这个高点附近的一个测试啊 也就是31代吧 目前还有百分之多少 按照昨天的收盘价往上拉一下啊 还有25%的一个空间 看看能不能走一下 嗯 他既然突破了吗 也回踩 比如说这是个强劲的拼码啊 都会都都学会拼码了 要灵活一点 拼码怎么来 他有可能跌 有可能涨 对吧 是不啊 在上行过程中出现拼码 我们需要再测试一下这个拼码的顶点附近啊 如果突破这个顶点附近说明要涨 如果在顶点再次啊 第二天啊 或者接下来几个加日 无法突破这个拼码的高点数啊 这个有可能要回落了啊 所以多头要注意啊 局部的一个可能性 嗯 好 这个是AMC 好 我们回到这里 Open Open啊 也是向上突破了啊 向上突破了 嗯 突破什么 突破这个大型的下跌趋势线 昨天呢 是一个十字星期哈 那么今天看一看 能不能继续拉一波 把这12%给走完 昨天是上涨 2.97% 那一带啊 突破中间这个线啊 有望完成40%的一个空间 啊 但是啊 我们要看啊 拭目以待 嗯 他也是刚刚完成一个对去 下跌趋势线的一个突破测试啊 所以啊 他如果成 今天呢 如果是阳线的 他确实是有望继续上行 为什么 因为他刚刚冒尖嘛 冒头嘛 那其他冒头的 大家都看到了 都涨了一波啊 他刚刚冒头 这个可能性会略高一些啊 就上 继续上行的概率会略高一些 啊 但由于这个位置的 也是中间位置 也是一个强劲的 你看密集的阻力区 看看他能不能再洗一下盘再上 所以不要急啊 不要太过着急 嗯 我们看一下CN CN呢 它是在大型下跌趋势线附近的哈 那么对区块链后续究竟会如何 我还不清楚 还不清楚 他还在临界位置 在这个平行通道里 平行通道的下边沿 也就是这个趋势线呢 是你最后离场的位置 跌破的话 目前呢还没有给出离场的信号 好吗 这是CN 我们看一下迪士尼 迪士尼呢 已经渐渐逼近这个中间这根横线阻力区了 因此呢 多头要开始慢慢的注意了 它回落的一个风险在加大 那么更重要的阻力位是在大型下跌趋势线附近哈 差不多了哈 所以多头要注意了 嗯 要等了 要注意了 要注意回落了 我们看一下迪他 迪他最近呢 也是在啊 他和刚才那个Snow 还是Open啊 像啊 像吧 他也是在底部一直在横盘 我们对于横盘的态度一向是谨慎的 也就是中性的思路 他可上可下 那么对迪他来说 他还没有像某些龙头骨一样 或者是某些小盘骨一样 猛烈的拉伸啊 他还在横盘 对横盘的态度是什么来着 是的啊 我们尽量要等到突破上边沿 再回踩 指低液再往上拉伸会好一点 那这样的话 没办法去猛烈的预期哈 对吧 那于此 以他对应的那个龙头骨 我们把谷歌看一下啊 谷歌出现了一些事故哈 应该是服务系啊 或者数据中心发生了一些事故 造成一些人的受伤哈 对他来说是好消息吗 当然不是好消息啊 不管怎么说吧 他的图呢 和和谁一样 和麦太一样 是一个震荡行情 对吧 那对于震荡行情 我们的态度是什么来着 是中性的 需要他向上破 或者是他继续维持震荡 对吧 谷歌历史上又不是不震荡啊 包括那个亚马逊啊 在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都是在高位 无序震荡啊 所以谷歌呢 在这个区间里还在震荡 他即便上行的空间也是比较小哈 那呃 特别是我们观察到纳指 实际上他也有点拒绝上行的一个意思啊 所以会不会啊 继续震荡行情呢 纳指也是有可能的哈 继续震 为什么会震 有可能在出货哈 如果频繁的震的话 有可能在出货 大家说现在是牛市氛围吗 不是啊 不是还在大型下距确渐之下 都不算哈 都算是空头大行情中的一个强劲的反弹 对美股的反弹还都是比较猛的哈 即便是在熊市中 大家认同吧 所以不要认为这个 不要认为现在是牛市的氛围哈 还有一些啊 这个看衰退的一些 经济学家呀 还有一些名人都在看衰退呢 所以不能说太乐观 目前 好 这是谷歌 还在震 我们看一下 这个OXY 西方石油 西方石油目前还在这里震 还在这里震 按照这个多头的小趋势的话 这到底会怎么震 还是跌破这个景象 形成一个真正的头肩大顶 还不得而知啊 我们对于头肩顶形态 也认为它是一个中性的形态 好吧 多头 要注意了哈 只能说你要注意了 注意什么 注意它是往上走 还是往下走啊 这趋势线 也 它既可能是头肩顶的景线 也有可能是多头趋势线 目前确实是在这个方框里进行震荡啊 没有完全走空 那么今天关于 BRK有一些消息哈 什么 对吧 BRK就是可能有接班人的一些计划 我觉得岁数大了嘛 这是很正常的 对吧 好 OXY这个BRK对吧 我们说的是BRK啊 好 我们看一下 呃 SQQ 简单提一下 SQQ 我们昨天发现 它遇到了这个 下方我们画的这个趋势线 有直接的一些迹象啊 所以多头 如果你想去做的话 进啊 然后啊 止损放在35 或者35块5 35吧 给稍微给一点空间去博弈 当然你完全也可以等局部空头的 局部空头趋势线的一个右侧再去进 也是OK哈 因为左侧交易者 我们一再强调哈 不好做啊 不好做 他能不能弹呢 有可能啊 因为啊 纳指有可能长不动了啊 但是我们更希望啊 给出强劲的信号 才会好一点 好 我们看一下推特 这个马斯克又又 有人说他是大嘴哈 他确实是 他就说一旦真实用户数据得到确认 推特交易将继续进行 又要 这个叫什么呢 对吧 我就不评价个人哈 反正这个图呢 目前走的是技术位吧 但是风险还是比较有的啊 所以我是觉得 尽管反弹的哈 也 我讲 我我我我脚的哈 也不能啊 这个频繁的去交易他 看一下就行了 好吧 这个图 最后我把特斯拉说一下 特斯拉近期也是有些横盘的迹象啊 所以标普也在横盘吧 所以多空商方都要注意啊 他们大家近期的一个消息呢 应该是8月24号啊 开始 那叫什么 呃 叫 呃 减啊 叫叫叫叫叫拆股 对吧 那今天呢 录节目的时候呢 又出现了一个新的东西啊 特斯拉中国7月份销量呢 环比大降64% 扩产影响产销量啊 说为什么会这样呢 咱也不知道啊 但是啊 这不是一个好的迹象啊 那么中国这边的经济 肯定也不是那么的友好啊 对吧 呃 那么欧啊 他出口到欧洲的 或者其他地方的一些汽车销量 肯定也在减少啊 应该是应该是在减少吧 好吧 这个呢 并不是一件 不是一件好事啊 对特斯拉 大家一定要注意 开始放利空消息了啊 呃 这个原因他写的是什么呢 上海工厂产线改造升级 7月份的产销量 环比下滑三分之二 是这个原因啊 由于该工厂生产线按计划升级 导致生产的中断 啊 那还行哈 那还行 好吧 呃 总之呢 这东西 呃 不说啊 不这个 说不好 说不清吧 反正目前这个技术位呢 大家要注意 他有点偏高了哈 有点偏高 好 我们今天盘后继续跟进 拜拜 就知道了 我们今天去认识 过去吧